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为什么说another way呢 我们在同一时间还在另一个演讲有另一种方式来集成lakehouse 那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这边是怎么将PASA和lakehouse集成在一起的 然后首先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张勇 现在就职于StreamNet 然后是PASA和Bookkeeper的Committer 然后下面是我的Github和Email 然后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公司StreamNet 大部分开源软件的背后都有一家或者是多家的商业化公司在支持 StreamNet就是PASA背后的一家商业化公司 我们公司的创始人都是很早就在社区里进行贡献 然后他们作为PASA和Bookkeeper最早的贡献者 他们贡献了许多非常棒的公民 我们公司的一个愿景就是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个开箱即用的商业化服务 同时呢我们也在和社区一起推动PASA和Bookkeeper的发展 使PASA和Bookkeeper可以更好的和各位的业务功能进行支持 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在围绕着PASA做一些生产级别的支持和培训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微信或者私聊我们公司来了解 关于这个我们公司提供的这些服务的事情 那么先来简单介绍一下PASA PASA是一个分布式消息处理系统 然后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存储和计算分离 然后这样就让它变得比较容易扩容 它的存储是由开源项目Bookkeeper来提供的提供服务的 然后PASA最早是在雅虎那部去创建出来的 然后在16年开源18年正式从阿帕奇毕业成为阿帕奇的顶级项目 我们来看一下PASA的一些特性 比如有多租户统一的消息模型 更容易破缩容 然后它也提供这种地域复制以及tiered storage 像多租户这种的话就是 我们不再需要为不同的服务或者这种部门来搞多个集群 然后我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这种多租户和命运空间 来控制每个命运空间呀租户呀 我们是用来做那些服务 然后有哪些人员在上面操作的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起到这个数据和人员的隔离的作用 然后由于PASA它是存储计算分离的 Broker没有状态 所以它也很容易去扩容 然后Bookie作为存储呢 本身它就是一个可以支持这种扩容的操作 它也不需要复制数据 不像Covcar你需要进行rebalance 所以说整个PASA服务扩容起来是很容易的 同时像PASA还支持这种geo replication 以及tiered storage geo replication大部分都是在这种数据中心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多个数据中心进行数据复制的这种场景 然后关于tiered storage的话 就是PASA还支持这种2G存储 我们将热数据存到Bookkeeper上 然后像一下比较冷 比较老的数据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offload的将它们存储到这种比较便宜的云存储上 然后降低这种资源消耗 那我们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Bookkeeper Bookkeeper呢是一个计算机中比较常见的场景的一个抽象 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log 我们在文件系统里呢有journal 然后在数据库系统里呢有这个binlog 然后他们都是log的抽象 然后他们都是进入一些这种你的操作啊 还有这种其他的这些东西 然后在我们分布式的系统里面呢 还有一个是基于log的抽象就是那个复制状态机 但是与Bookkeeper 他的诞生场景是和Bookkeeper不太一样的 然后Bookkeeper呢 他是为了解决HDFS这样的分布式文件系统里 做name node的一个布置状态机 就是说我要做name node的这一层的多个节点的数据同步 所以说呢这个通过这个场景你可以发现 name node是保存这个HDFS的metadata 然后Bookkeeper有点像是保存这个metadata的metadata 他是记录一些metadata的 所以说Bookkeeper他对数据的一致性 吞吐还有这个延迟都是有很高的要求的 然后如果在在这一层你有任何的数据丢失 或者说有这种数据的不一致 都会被这种下面的文件系统所放大 所以说Bookkeeper的一致性要求是非常高的 那关于比如说我们提到这个IO隔离 Bookkeeper内部做了这个磁盘级别的隔离 他说他不会因为读这种很多的backlog 然后就对线上的业务造成影响 同时呢他也不会说因为线上业务太大 造成这个读历史消息的影响很大 所以说呢Bookkeeper不仅为了MQ这种场景 提供了企业级的读写服务质量和严格的一致性保障 同时也为这种streaming的场景提高了极高的带宽 PASA的整体架构主要就分为三大块 Broker,Bookie和Zookeeper 我们刚才提到PASA它是存储计算分离的 Broker呢主要是负责PASA的一些功能性任务 比如说消息的发送接收 然后topic的这种负载均衡 然后这些消息的缓存 然后还有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地域复制的话 它也是在broker进行处理的 然后bookie呢它只是一个存储服务 然后broker和bookie这种所有的 manager leisure啊 还有这种topic信息啊 然后还有像这种subscription的信息啊 这些原数据它都会存储到Zookeeper上 然后可能有的人就会说这个对Zookeeper依赖比较大 然后在现在呢 PASA其实已经完成了对原数据这一层的抽象 然后我们可以轻松的把这个Zookeeper拿掉 在将来呢我们也可以这个把Zookeeper彻底拿掉 可能让PASA实现这种自举的行为 同时呢 PASA也有很丰富的客户端 像Go啊Java啊PasinC++我们都是支持的 然后同时呢 PASA也可以通过这种PASAIO来与其他系统进行这种集成 就像我们是用Pristal去进行 作为PASA的一个查询引擎 然后来从PASA中查询已经publish的消息这样的 然后同时呢 我们也兼顾了这种batch process 像flink connector spark connector可以直接与PASA进行这种对接 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使用这种PASA function来进行一些 定制化操作 比如说你想belter一些数据 或者是你想在一些数据上加一些什么东西 再转发到另一个topic 我们这些都可以通过PASA function来完成 然后呢 我们也支持这种像刚才说的我们支持Tiered Storage 所以我们很好的与这种HTFS和Cloud Storage 也可以很好的集成起来 那么如果我们想和外部系统集成的话 一般就是两种方式 一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Tiered Storage的方式 二级存储的方式 我们新的数据呢是直接会写到Bookkeeper里的 然后像一些比较老的数据呢 可以通过offload的这种方式 直接写入HTFS或者像S3GCS这种的云存储上 然后这样的一个好处呢是我们只需要配置好我们的offloader 比如说我们现在提供是HTFS的一个offloader 还有提供Gcloud的这种offloader Gcloud的话就主要是会把数据那个offload到像这种S3的存储上 然后GCS什么的 然后像HTFS的话就是可以直接存到这种HTFS的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Pasadmin来设置这些 然后数据就会自动去从那个broker去直接offload到新的二级存储上 我们也不需要其他的操作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Consumer来消费到这些消息了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Tiered Storage大概是怎么工作的 我们在前面提到了说所有的这种功能都是在broker去处理的 因为它这个是无状态的一个处理嘛 然后这个处理中间的状态呢 它就是会记录在这个ZooKeeper上 就是这个原数据所有原数据都会记录在这个ZooKeeper上 你可以把这个manage ledger呢当作一个topic 它本身就是一个topic 就是关于这个topic的数据 它都会通过manage ledger发送到broker上 也就是说当你produce一条 往这个topic里面produce一条消息 然后你的这个消息它会经过这个manage ledger 然后manage ledger再发送到broker上 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manage ledger这个东西呢 如果你之前有注意到过那个用pass admin的时候 你去看那个internal states 然后我们一个topic是会包含很多个ledger的 所以说呢这个manage ledger就是来管理这些ledger的 ledger的这个创建删除 以及我们在这提到这个做offload 都是在这个manage ledger的管理下完成的 当我们创建一个topic的时候 broker先会创建这个对应的manage ledger 然后在你发送消息的时候呢 它会创建出一个ledger来保存消息 也就是说它它在你createtopic的时候 它并不会去bookkeeper那边create一个ledger 只有当你发消息的时候 然后它会通过这个manage ledger 先create一个ledger 然后再把这个消息add进去 然后当这个ledger写满了之后呢 manage ledger会把这个ledgerclose掉 然后把这个ledger的metadata 还有你这个topic的这个ledger 更新到这个ukeeper上 然后呢它会创建一个新的ledger 来继续保存这个发送的消息 然后在你这个关闭和 在你这个切换的时候呢 manage ledger就会去检查 是不是有这种旧的ledger需要删除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数据的retention 然后同时呢它也会检查有没有这种其他ledger需要offload的 然后如果一旦有这种ledger它需要offload 它就会开始进行offload 然后当开始offload的时候呢 manage ledger会准备好对应的offloader 就是因为我们支持这个hdfs offloader和jcloud offloader 它在你broker启动的时候它会将这两个nabboardload进来 然后当你用的时候呢 他们会先把这个在这个topic offload的时候 它会把这个原数据准备好 也就是这个你用的是哪些那个offloader 比如说你用gcloud它就会是gcloud hdfs它就会是hdfs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些ledger要存在的 就像gcloud的话因为它有多种实现 比如说s3或者gcs 还有这个微软均的area上 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这个ledger metadata 这些ledger原本它它上面就会有一些metadata 比如说我这个是属于哪个topic的 或者是我这个的component是啥 像manage ledger的话 它的component就会是manage ledger 而我们的cursor其实它也有ledger 所以它的那个type就会是cursor的 然后这些metadata呢会就是传给这个offloader offloader会把这些metadata就是在上传的时候一起带上去 然后等这些metadata准备好之后呢 offloader就开始去boockeeper直接去读取这个ledger的数据 然后呢将这个ledger分为多个part 因为它是多个part 并行上传的 然后将它上传到你配置好的这个cloud storage里 对 然后这个是jcloud的方式 然后如果你使用的是那个hdfs的offloader的话 它就是会把这一个ledger 然后直接就是以sequence file的形式 然后写到hdfs上 然后因为hdfs它也可以去指定这种不同的cloud storage 你可以通过这个hdfs的那个配置 你可以把它配到这个不同的storage上面去 然后到这里呢 然后一个ledger就会被成功的这个offload到二级存储上 然后像我们这上面画的这些hdfs还有gcs上 然后最后呢这个managerledger会把这个ledger的元数据更新 因为以前这个ledger它是存在booke里的 然后它它会存在是哪个ledger 然后当你offload到这个二级存储上 它有一些 比如说你这个ledger name 它会有一个UUID 然后和你的ledger ID拼起来一个name 它这个会存到这个 zoockeeper的元数据上 然后呢 同时它也会有一些offload context 就是我们一开始准备的 比如说你这个是什么什么类型的offloader 然后你这个是存在这种哪个bucket的里面的 对 然后这些它都会被 它在那个offload的完成之后 都会更新到metatheta上 更新到metatheta上之后呢 就是说明这个ledger已经被成功的offload到二级存储上了 好之后的话 你有这种consumer要去读的时候 它就可以直接去二级存储上读取了 然后在offload成功之后呢 bookkeeper上的那个数据 它会和这个offload的数据 它会同时保留一段时间 然后在一段时间之后呢 它bookkeeper上的这个ledger就会被删除 然后这个ledger之后就只会从这个二级存储上去堵取了 那么除了这种tiered storage的方式呢 还有一种就使用connector的方式 通过passa sync 将passa topic的数据发送到其他的系统 这样的话呢 这些数据会在passa存一份 然后因为你sync是相当于consumer把这些数据就消费出来 然后再把这些数据存到这个对应的其他的系统 这样的话就数据存两份 所以呢 使用Io connector的方式 更多是像借助passa来使一些数据作为这些系统的来源 然后便于这种我们使用其他系统去操作 但是呢 它是通过passa function进行剥离 然后如果是使用connector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需要就是关心这个function的运行状态 所以可以看出其实这种方式要比tier的storage是更复杂一些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connector这种工作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呢 其实这个sync和source都算是function整个过程中的一部分 source呢就是你这个消息的来源 它可以是这种来自其他系统的 比如说这上面elastate或者是redis 它也可以来自于这个passa的 然后sync呢就是消息的这个去处 然后比如说这个上面你可以sync到这个redis或者passa 而function呢它就是一个对消息的一个处理过程 比如说我这个消息什么加一啊或者什么 它有点类似那种udf的那种 然后当当你去使用一个source的时候呢 它的function和sync它其实都是默认的 也就是说这个function并不会对这个你source来的消息做什么处理 然后你source出来的消息它是什么 它就是它也不会去改变 然后这个这个时候呢它的sync是passa sync 也就是说它会直接那个sync到passa中去 那它是怎么知道你去哪个topic的时候 它会你是怎么去某个topic的呢 它就是你在create source的时候 你会你会去指定这个output的topic 然后当你指定这个output的topic的时候呢 它会在这个sync里面去创建对应的这个producer 然后呢它在这个source读取出消息之后 然后它会通过这个sync的内置的producer 去给给你发送到passa的topic中 然后反过来呢你使用sync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就是function也不会对消息作为改变 然后source呢就是passa的source 然后它也是从某个passatopic中读取消息 passa sync和passa source的默认实现 就基本上它是一个包装了producer和consumer的东西 然后默认的passa source呢 是通过你提交的那个配置文件 比如说你create sync的时候 它里面需要去指定这个input的topic 然后它会在内部去创建一个这个consumer 这个consumer会订阅到你给的这个topic上面 然后它就可以把这个消息来源是passa 然后passa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消息收到 然后通过你提交的这个sync 去将这条消息处理到其他的系统 比如说yes或者redis上 然后呢它们之间的话都是这种随着那个function instance去运作的 但是这个function instance的话你需要去有这个function worker的管理 然后调度 所以相比这个tier storage的话 它是会增加一些这种function resource的消耗的 然后呢随着现在lakehouse的兴起这种即结构化半结构化的数据存储 然后并且在它上面有一些强大的这种数据分析和处理的工具 让我们看到数据图这种作为存储仿佛是一种更好的方式 然后我们就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将以那个数据存储到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所有的这种分析也好 然后处理也好都可以从这一个地方拿取出来 那我们的存储将更加统一更容易在这种一个存储架构上干不同的事情 这一点就跟passa不谋而合 因为我们passa它我们前面提到它可以有这种多租户 然后我们可以把多个部门之间的这种数据汇集到passa里 然后我们又现在用这种lakehouse作为一个统一的存储 那我们的数据全在同一个地方 然后这样更加统一也便于系统的维护 那么passa作为数据的入口 lakehouse作为存储 这样使得数据在整个过程中只有一份 然后就更容易维护 同时lakehouse有这些特性 比如说这个索引BI的支持 还有像这种schema 还有schema evolution 它可以动态的去更改这种tableschema 并且它支持这种sid的事物 然后来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像我们刚才提到passa可以通过这种teared storage 来进行其他系统的这种集成 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将lakehouse作为一个二级存储 然后我们将bookkeeper中的数据通过offload 然后将它存到这种lakehouse中 那么我们是如何通过passa connector这种方式实现的呢 首先passa sync作为一个consumer 从passa中passa的指定topic里面来消费消息 然后在消费造消息之后 我们会根据这个topic 来创建出对应的lakehouse table 然后根据这个对应的topic schema 然后来对应到table schema上 然后将message的数据转换成对应的这种record 比如说hoodie的话 它就是hoodieAvro record 然后直接将它直接insert到hoodie的table中 目前的话lakehouse这边我们支持了Avro schema chison schema 还有syncbath这样的数据 而同时呢 hoodie这边我们目前只支持了insert这种方式 未来可能会去支持absert和delete 那我们现在数据可以从passa 然后流入到这种lakehouse中 那么lakehouse所提供的像这种bisport 然后或者这种数据分析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它提供的这种数据科学 然后还有机器学习这种服务 去完成我们其他公司需要的服务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用passa standalone和hoodie的一个示例 然后怎么把数据从passa直接弄到hoodie的一个完整的示例 那下面呢我们以standalone的形式去起一个passa的机群 然后默认情况下呢passa的function service是打开的 我们需要配置一个whole sync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个sync里面的配置 它process guarantee 它是efficiently once 呃我们只能用这个模式是因为呃 我们的table目前只支持insert 为了防止呃里面一些数据重复 所以呢我们在function的处理上去让它处理一次 然后我们的目前lakehouse connector我们支持delta lake 和iceberg和hoodie 然后这个设例是用hoodie作为一个example 所以这个type是hoodie 然后呃为了更快的让这个hoodie table去commit 我们把这个max record per commit去改成10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发送十条数据 然后它就可以直接在hoodie里可以看到 然后config中其他的就是都是hoodie相关的配置了 如果有需要的话 因为它是和hoodie配置都是兼容的 你可以直接把hoodie相关的配置直接放到这个地方 就可以看到呃就它它就可以起作用了 然后呃我们我们使用buzzle mean把这个hoodie sync创建出来 哦你看啊sync已经创建好 然后我们用这个status去看一下它的状态 然后它会显示这个nummer running是1 那就说明这个hoodie sync已经成功的起起来了 等hoodie sync起动起来之后呢 我们直接用这个puzzle client去发10条消息 而我这10条消息 它的就有一个那个field 它的field是id 然后它的type是int 然后我们在hoodie那边的recordfield 它指定的就是id 所以它会有这个10个id 可以用这个id来作为它的partition key 然后去发送 好 那等等这10条消息发送完成之后呢 我们直接用past bug去按照那个hoodie官方的那个流程 我可以通过这个past bug去直接查到这个我们存在这个base path下的这个table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用直接把所有的id查询出来 好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所有id都是在这 那说明我们这个时候所有的pasta的数据就已经 已经减重到这个hujite table 嗯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这个lakehouse这方面 pasta将来还打算做一些什么东西 那目前来来看呢 我们是把这个lakehouse和connector做了集成 那么将来呢我们还是说想以这种tier storage的这种形式 将数据可以直接通过这个pass upbroker 然后offload到lakehouse中 这样的话就是更加的简单和方便 你不再需要去关心如何创建一个sync 然后也不需要这种维护这个topic 啊function worker 然后去管理这些function worker的resource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去呃 再用用这个tier storage这个功能 然后你的消息就会直接通过 tier storage这种形式去进入到lakehouse的系统里 然后这样的话就相比这个function要简单的很多 同时呢我们还打算在未来支持这个子居民offload 目前我们这个offload的话它是只能以这种lakehouse为单位 比如说你一个topic 你有这种10个lakehouse 它只能在你每个lakehouse结束的时候 然后它再去把这个lakehouse 整个lakehouse去offload到这个tier storage 那么为了这个更加实时和高效呢 我们在未来打算支持这个streaming offload 也就是说它不再以这种lakehouse为单位 它会比这个lakehouse更小更加实时的去进入到这个tier storage里面 所以呢一旦有了这种streaming offload的方式的话 我们的这个数据会更快的去流入到这种tiered storage 像我们这个lakehouse的话就会更快的流入到lakehouse里面 就会可以打造一个更加实时更加高效的这种批流融合的一个中台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或者扫着机器人回复lakehouse 它就会把你拉到相关的群里 你也可以直接去看一下这个lakehouse的report 它里面有更详细的这个介绍 今天的我的演讲就这些 谢谢大家 一下就 Rule 点数字 1 3 5 6